香港的環境 沒有什麼期望 香港將來的環境 前面茫茫 我的感覺就是 看不到有什麼曙光 暫時沒有什麼期望 暫時沒有什麼計劃 都解決不了問題 特首解決不了問題 最高的時候可以做到600元的人 現在就是400至500元 近期本港發生多次暴力衝突 嚴重影響浪緬交通 其中的士行業首東其中 浪緬交通情況令到他們 首庭、考庭、三界未受影響 今天我就來和這班的士司機去聊一下 了解他們現在面臨的情況 那一定是少了 你不用說沒有遊客 你遊客也沒有 你商業上往來的商業客也沒有 你機場一定是少了 少了什麼 就是少了客人 如果正常說 大概是七八零八百元左右 八百元 但是現在只剩五六百元 就是普遍上來說 我們日間更好 夜間更好 夜間更慘 夜間沒有人出家 現在現在 有啊 很多轉行 沒有了客人 根本是沒有客人 不去那些 他們的示威區 盡量都不會去那裡 走外圍的地方 譬如好像 他們在銅鑼灣 我們就走香港仔 過海 試過有些示威 那些 就是圍著我們的車 都試過的 但是就 怕不怕的 沒有得怕的 你說不要聽 很多時候 遇到這樣的情況 尤其在這幾個月 都習以為常 沒什麼怕的 政府沒有幫我們任何事情 政府在這方面 我們好像孤兒 什麼都沒有我們分 我們希望 政府補貼多一點 就是有錢 一些 就是每個月 賺助多一點 就是給我們 入油 有錢 剛才一路和的士司機做訪問的時候 我就問到他們對於香港未來的前景 有什麼期望 他們不約而同地告訴我 一件事 就是覺得 前往往往 沒有出路 而面對新界受到影響 他們就很希望 政府可以出手相助 不要令到他們 好像孤兒仔那樣 很無助 看鄉島聽語 了解更多老百姓自己的故事